既然作者说这岛下边有这个神器 那我就得往下挖一挖 对吧 这不挖的话有点对不起 作者的一片好意 现在我们把所有木板 基本都给它停了 但是下边是一层原石 我们新手的提示都没了 把东西存到这些破烂的箱子里 我们现在没有稿子嘛 所以叫就近 先去左边的空岛 我们先去左边的空岛 最好搭楼梯啊 不搭楼梯的话 回去是个问题 我们得保证有后路 不能把自己后路给断了 OK 这个楼梯应该算是搭好的 上面也会有木头 有了木头就可以先做一把稿 先拿斧子看吧 这有箱子 铁制建筑权杖 两根 可以拿它来扩建我们的空岛 兄弟们 可以拿它扩建我们的空岛 先存起来 这些东西也先存起来 对了 这有一个泥箱子九千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打开一下看看 给了一本 傻瓜也会用的泥箱子 欢迎使用这台泥箱子 希望你能愉快的常年使用 这是存泥土 把一组泥土丢进去就可以 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 很方便 我觉得它在侮辱我的智商 十分环保 不要让我丢进岩浆 我不丢进岩浆 我反手就把你丢进虚空 这个垃圾 我的天 我要做一个稿子 做一个木稿 然后一会儿回去 咱们做一把石稿 因为我们的竹道上面是有原石的 所以做个石稿问题不大 先来把木稿 开俩方块开起来 这什么 新装备 防御力高不高 我这么高 一个裤子有三格半的防御 你太离谱了兄弟 苹果 看苹果能不能合成 能合成金苹果 还有苹果方块 我突然就不想要我们的原版方块了 或者说我们可以拿一部分苹果 做一点这个苹果方块 我记得我以前玩幸运方块的时候 是有这种方块的 如果这个长得有点不一样 可能是新品 哎 钻石稿 谁还用那个不 石稿啊 直接不要了 这里边有EMC值 也就代表着有等待交换 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先存下来 也许材料够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等价交换的转化桌了 对不对 这是什么 一把剑 攻击力才8 过去什么鬼 有僵尸 有僵尸 不要慌 不要慌 只有一只而已 大家千万不要 不要慌 不要慌 我们铁傀儡大哥是可以保护我的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方块 看看能不能再得点道具出来 漂亮 衣服 防御力再次提升 只差一格半 咱们的防御力就满了 这是什么工 垃圾的工 扔 别把家给毁了就行了 漂亮 又得了几块瓶座 铁 攻击力11 攻击力太低了 这种攻击力比较低的咱都不要 直接扔到了下方 咱们跟每一个空岛最好有一些联系 又得了一件生产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果然 攻击力又高了一格 漂亮 铁制工具咱们就不留了 有没有什么什么头盔和鞋子的装备 哎 这啥做装备的吗 看一下 这不是做装备的 难道是右键扔除 有没有这个可能 看来也不是右键扔除 铁铁铁铍是要啊 反正我是不要 远程的弓需要剑吗 需要剑不要 太落后了 现在我们有点落后啊 头盔来了兄弟们 皮革甲还剩一件啊 我们还剩一件皮革甲 希望能给我一个鞋啊 再来一双鞋 我们的装备就算凑齐了 那么这个空岛的价值应该也就算完了 哎呀 把他给打下去了 他要是不下去的话 我觉得能掉一双鞋的真的 有鞋吗 掉双鞋 掉双鞋给我看看 哎 掉了 掉了个攻击力16的剑啊 没什么用 哇 这破烂有点多 说实话 破烂有点多 攻击力14 剑先留一下 对于他的武器 咱们就不用留了 钻石类的东西存起来 说不定一会儿材料就够了 哎 这是做招妹的对不对 要大的猜想 就是做招妹的 我要回我的空岛上了 我的世界是没有黑天的 他没有权限 你跟谁闹呢 你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不要错过哟 记得点击关注哦 看能不能做双鞋子 我觉得它是可以的 好吧 是我高估了它的存在 差了一双鞋 但是这空岛上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 我们可以延伸一下 看看去哪个空岛比较方便 刚才我盯到了下面这个空岛 上面写的这个岛上的方块都是负一百字 所谓富贵显中求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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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嘿